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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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各位所有觀眾 現在在Facebook或者YouTube 參與我們今天10月23日7時半 正式開Show 就是加拿大智能基金會舉辦的 讓愛之孤兒站起來 俄王半月秋的Show 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就是加拿大智能基金會的愛心大使 我的名字叫康翠盈 因為今晚這個網上Show 我知道除了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朋友看之外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都是在收看的 比如在香港、中國都有看到的 首先讓各位聽眾知道 今晚這個Show是一個慈善Show 所以在螢光幕下面的Banner 如果大家有感動的時候 我希望今晚整個Show 你是要支持加拿大智能基金會 因為這些錢會捐給幫助中國內地所有的愛知孤兒 所以去到www.chihankanada.org 在下面的Banner就會看到 甚至你可以打電話 不過我們今晚沒有預備接電生接電話 因為2020年不一樣的籌款活動 所以現在限制令只有10個人 所以未能安排到用聽電話 但不要緊 總之你們可以在辦公時間 早上9點至5點 打一個電話去捐款就可以 所以我鼓勵大家 在看這個Show的時候 在網上捐款 我們平時看Show都要入場券 要買票 現在7點半小時的時間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家人都在看 或者在吃飯 你想想如果看Show 50元一個人 如果你一家人看都很划算 如果每一家人能夠捐50元 可以多些100元 或者100元以上的話 我們感謝你 好嗎 我們希望做完這個Show的時候 可以幫助到我們今天這個目標 所以今天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們做一個Show不容易的 首先一定要有很多的贊助商 我們今天有一個主題贊助 有兩個公司 讓我先介紹一下好嗎 第一間公司就是AT Financial Group Inc. 第二個主題贊助就是Midland Food Products 中華食品公司 不過首先讓我們去聽聽 就是AT Financial Group Inc. 有位朋友呼籲一下 和看看他們的片段 我們看看片段吧 小朋友是我們的明天 AT Financial我們多年來 都秉承取資社會 融資社會的精神 我們很樂意支持 市行基金所有的籌款活動 我又很感動 資行基金有一群很樂力的義工 他們無私的奉獻 令到我們資行基金沒有行政費 所以我的捐獻是全數捐款 去幫助這群孤兒 資行基金在中國有十多個省份 幫助了三萬多個孤兒 這群孤兒得到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教育 教育是可以改變命運的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資行基金 多多益善少少無虛 請大家去網站捐款 在一群熱心的義工支持下 加拿大自行得以零行政費 將捐款全數幫助一群在中國 受外資病影響的孤兒 為了配合自行的籌款工作 AT Financial Amy Tong 將捐出她的服務 當你聯繫Amy提及自行基金會 你們所有申請的保險 已經批核及生效 用金將會捐出給自行基金 多謝大家給我們一個機會 還你一份安心 好,謝謝你 AT Financial的負責人 就是Amy Tong 其實這麼多年來 她都是支持我們的基金會 要捐很多錢 這個是我們的主題贊助 剛剛我所說的 第二個主題贊助 就是 Midland Food Products 中華食品公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他們的海鮮 很棒 如果大家很想知道她賣什麼海鮮 有個網站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就是 www.midlandfood.ca 查詢就可以了 首先在這裡多謝 Midland Food Products 這麼多年來支持自行基金會 除了兩個主題贊助之外 當然有金贊助和銀贊助 我一次過讀給大家聽 有金贊助 我們多謝洪記肉食 就是Charlie Smith 還有就是 From Atechnology 也是一個銀贊助 還有大有名和Petit Potato的銀贊助 最後一個贊助就是銀贊助 也是Tavos 我們也看看片段 明年 紅記肉食就踏入50周年 抱著回饋社會 幫助弱者的宗旨 過去我們一直都十分支持 自行基金會各項的慈善活動 雖然 2020年是個充滿挑戰的一年 各界都面對著不同的挑戰 對孤兒們更是雪上加霜 紅記肉食仍然會和自行兼並肩 大力支持他們今次的籌款 希望各位善長人翁都可以出一分力 打電話或者去到自行的網站捐輸 另外也都請subscribe他們的youtube頻道 去自行的facebook按like和follow他們 以表達對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你們都可以一起參與 改寫孤兒們的未來 讓他們可以繼續學業 多謝大家 各位 我是Farmint Technology的行政總裁Alan Kwong Farmintan2006年 第一屆的自行仇款活動 我們已經是其中一份子 15年來 看到這麼多青少年 在自行的幫助之下 得到良好的教育訓練 一條小小的農村仔 都可以有百幾個大學生 在中國來說 這個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 在這裡 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樣 一起支持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多謝 由於受到COVID-19的影響 對飲食行業 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年 我們皇后明足集團 大有彌陀 希望做一些社會的責任 安宗國內地 受到愛滋病影響的兒童 希望通過教育 和心理療傷 令到他們的生活更有尊嚴 大家多一點耐心 令到他們一個美好的年天 請快點去到網站 shehandcanada.org 捐款吧 自行基金會 致力於幫助中國的愛滋孤兒 透過教育 和各種的輔導計劃 令到他們重拾信心 重現真的希望 希望大家支持 購買Tafos Industries 是加拿大安省所生產的洗手液 和防疫物品 我們在通過自行的網站 網店所賣到的一切收益 將會全數撥給自行基金會 大家亦都可以到自行加拿大的網站 shehandcanada.org 捐款 多謝 多謝剛才幾位的金贊助 和銀贊助 和主題贊助 和各位在Facebook 或者YouTube的朋友呼籲 每一個show 都能夠有贊助的時候 當然是成功 但最緊要是甚麼 就是你現在正在看的 所有每一位的善獎人 所以我希望各位 伸出你的援手 小小無區的 上到 www.shehandcanada.org 就可以捐款 你不要以為我捐款很少 20元 即少成多 所以我們不會嫌你少 總之我希望能夠 今天這個自線網上show 就很精彩 介紹一下今晚的節目 因為我們很榮幸 真的 有沒有聽過 薛家平就是萬錦市市長 就是我們的Mayor France Gapitti 在不同的酬本晚會 她都會唱她的首本名曲 《上海灘》 或者《輿論代表我的心》 但竟然今晚 她會和原唱者 葉麗儀小姐 合唱《上海灘》 精不精彩 當然我希望大家 留守在這兩小時的節目 就可以觀看到 還有我們請來 黃白明兩夫婦 亦都是出錢和出力 亦都是支持今晚這個活動 當然我們這個 讓愛之孤兒站起來 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牛王雙星半月秋 大家以為 咦 是不是中七節過了 不是 就是鄭耀秋老師 加上黃安信和劉建文 牛王兩個搞鬼 今晚不是的 今晚他們很正經 因為找了籌款 所以會連同鄭耀秋老師 一齊會唱很多很多靚的歌 給大家聽 所以邀請來的 亦都是城中裏面 一些很好的老師的歌手 亦都是春節出力 來到今晚 為大家獻唱 所以整晚那個節目 都非常精彩 我希望大家千萬不要 關機 仍然在Facebook 或者Youtube 和我做一件事 行不行 各位 你現在正在看的朋友 將這個正在看的 無論你在Youtube或Facebook 的話 share出去好不好 如果你還未找到的話 其實很簡單 上我自己的康卓瑩 將一些康卓瑩的Facebook 也都看到 或者上這個 Chihan Foundation 那個Facebook 也都看到 所以你在Youtube 搜什麼呢 如果你在Youtube 打什麼呢 就是牛王雙星半月秋 也都找到這個video 所以很簡單 所以 揭開今晚的序幕的時候 我們請來 加拿大智能基金會的會長 李子民 Warren 就想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以及呼籲各位的朋友 我們請Warren 多謝你 康卓瑩 小姐 各位朋友 很多謝你們支持 我們加拿大智行基金會 是第一次舉辦的 網上慈善活動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節目 還有我們有很多很好看的表演 今年加拿大智能基金會 舉辦這個網上的活動 原因就是因為受到全世界這個新冠疫情的影響 所以政府也都不准我們有現場聚會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網上的捐款方法來做籌款 今年2020年在全世界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一年 那它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特別艱難 全世界的經濟下滑 那些人心黃黃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將來會是怎樣 那麼我們智行基金會 在香港、在溫哥華和在多倫多 我們所有舉辦的籌款活動 差不多都要停了 對我們來講 真是很辛苦 因為為甚麼呢 我們幫助中國外資孤兒的教育經費 和生活的費用是不能停的 因為他們讀書一樣要照樣交學費 生活一定要照過 那麼我們經過這麼辛苦做籌款 因為日本兩地 多倫多和溫哥華 是要用多幾倍的努力 以及用多很多精神和功夫去做 那麼我們覺得是非常非常艱難 但是在這麼艱難的環境下 令到我們反而得到一個啟發 就是我們中國那些外資孤兒 他們經過人生的苦難 他們受的困難 是多於我們現在經過的十倍 甚至一百倍 但是這些小孩反而給我們一個啟發 就是他們遇到人生很大很大的不幸的事件 他們自己沒有給予自己 他們更加努力 還有去奮鬥 勤力讀書 原因就是他們知道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那麼我們能夠做到一件事 就是扶他們一把 我們不是可憐他們 也都不是同情他們 我們只是出一分的力 出一把一隻手 扶一扶他們 他們就可以靠自己讀書 那麼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將來和命運 那麼這個是我們加拿大自行基金會 所希望傳給大家的一個信息 就是說只要你們扶他們一把 那些小孩就可以站起來了 所以希望你們支持我們 那麼今晚我們這個表演節目是非常之豐富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很榮幸得到就是 在一個很出名的歌唱 老師 老師 鄭月秋老師 就幫我們做今晚這個主演嘉賓的 還有有Anson和Simon 兩位主持人 幫我們做整晚這個節目 更加我們得到一個特別表演嘉賓 就是葉麗兒小姐 還有加拿大安省萬錦市市長薛家平 那麼就是 Thank you Mayor Scarpiti City of Markham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 那麼也都多謝我們另外的表演嘉賓 就是王八明先生夫人 還有Doreinda Ma小姐 還有就是 Peter Twarsson 他是多倫多另外一位 很出名的歌唱老師 另外還有Suzanna Ng Susan Wong 還有還有一班很可愛的小孩 由一間 Singing School 就是叫Singing School 他們為我們出力 還有來做表演的 我們更加要多謝我們多倫多 和溫哥華所有智行的成員 和所有的義工 因為大家全部都是出心出力 還有我們是完全沒有行政費用 各方面都是籌到的錢 一分一毫 我們都是捐回中國裏面 幫助外資孤兒 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忘記我們的愛心大使 康翠瑩小姐 還有就是我們更加要多謝我們的創辦人 杜聰先生 因為是他創出這個自行基金會 去幫助中國的外資孤兒 是令到我們啟發到 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宣揚 就是一種叫做人間有愛 希望大家感受到 自己在家裡欣賞節目很開心 有一個很好的娛樂 但是在這個自己很開心的情況下 也都希望你們不要忘記 我們中國裏面的愛之孤兒 他們是很需要我們扶他一把的 所以請你們多些到網上捐款 多謝 謝謝Roren 是的 我肯忘記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請鄭月秋老師出來 老師 你好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再次站在這裡 其實智行救助遺孤的這項活動 我已經不是參加第一次了 我還記得前幾年 我第一次聽到杜聰先生來介紹 這樣一個善舉善行 看到很多屏幕上的那些孩子們 他們由於父母得了艾滋病 然後走了以後 剩下那些孩子 無依無靠 甚至不能正常的像其他孩子一樣 讀書 上學 學東西 真的 我當時真的很難過 我覺得這個世界到了今天 尤其生活在我們加拿大的人 正是非常榮幸的一份子 我們在一個非常和平富裕的條件下 但是呢 還有那些孩子 他們還那麼年輕 就沒有條件 去沒有機會去好好的讀書 他們幾乎看不到未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善舉 是非常非常有意義 我覺得如果能通過我們每一個人的 一分一點點的力 大家凝聚在一起 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如果我們把這份愛 這份支持 給予這些孩子 讓他們看到希望 讓他們有美好的未來 我相信這是作為我們每一個人來講 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一個榮譽 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也再次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再次呼籲電視機前的朋友 手機前的朋友 網絡上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節目一定有很多人觀看 包括大陸的 包括香港的 還有我們加拿大 甚至還有美國啊 其他國家的 因為我們這個是YouTube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一個節目 我就希望大家能夠多一點傳播 多一點呼籲 大家共同伸出一個援助之手 讓我們的愛傳遞給那些 艾滋病孤兒 讓他們感受到這個世界 雖然現在是在疫情當中 但是依然還是美好的 謝謝你們 那麼趕緊捐款吧 我們的學校同學也都送上了一份愛心 也捐了款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份心 有一份愛 在此我深深地感謝大家 謝謝 多謝 多謝鄭月初老師 多謝你 我看到這個影片 他是加拿大資人基金會 會長 就是創辦人 就是杜聰先生 有些朋友認識他的 有些人就說 我不要認識這個機構是什麼 杜聰先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可以說是一年賺幾百萬 如果你一年幾百萬的話 真是無憂 但是他竟然放棄這麼高的職位 這筆這麼大的人工 就走到中國外資村 去幫助一些違孤 這個故事 很希望各位的朋友 在看今晚這個網上show的時候 多一點了解資人基金會 究竟做什麼 因為我們是沒有行政費的 所有的捐款是一元幾毫 我們全部都是帶到中國 幫這班外資孤兒 起碼他們有書讀 每個人都有夢想 但是他們的夢想 不像我們那麼偉大的 因為他們連書都不能讀的時候 還說我想做些什麼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現在看看杜聰先生 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還有另一個影片 也讓大家清楚知道 愛之孤兒他們的生活片段 這個判斷就是 本事同根生 我們很感謝香港一位的朋友 也在資人基金會 幫助做音樂的音樂 director Dorinda Ma 這首的本事同根生 作曲、作詞、唱都是他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耐心 聽一聽杜聰先生 他自己和大家說說話 大家好 我是自行基金會的創始人 杜聰 其實自行基金會 是在1998年的時候成立的 那時候我看到 中國內地沒有很多 做愛知病的機構 但是我又很擔心 愛知病在中國的蔓延 那時候我還在香港的一間 投資銀行那裡工作 最後我一邊工作 一邊成立了自行基金會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的時候 是在內地做一些 愛知病預防教育的工作 首先在北京深圳一些大的城市 那針對的都是一些青年的人口 或者是一些學生 那樣 後來呢 我在北京有一次開一些愛知病的會議 那時候我就遇到兩父子 那他們呢 就是感染了愛知病 是來北京希望能夠求醫 找醫生 那後來我因為長期對愛知病的關注 我就問他們 就是詳細的情況 他就說他們那條村 他原來是在華中地區 一些很偏僻的農村那裡 原來他們那條村 就有很多人都感染了愛知病 更加令到我好奇 後來我就去到當地那個地區 探訪了很多家庭 後來發現原來在九十年代初期 很多當地的農民 因為貧窮和無知 會去當地的一些血站那裡賣血 每次賣血可以得到四五十塊人民幣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當時很多錢了 而有很多人可能會賣很多次 也有些人會去一些很不衛生的地下的血站 因為不衛生的採血辦法 很多人後來就感染了愛知病 還有其他可以通過血液傳播的疾病都有 後來他們去了這麼多年之後 去到2002年的時候 很多都已經發病和死亡了 就是在2002年的年初 我第一次去到這些地方看到那個情況 那時候去農村是很緊張的 因為這個賣血的事情 都是有很大的政治的敏感度 我當時也不是很意識到那個危險 但是都走訪了很多的這些農村 但是對我來說 我去之前其實是想去幫助那些 愛知病感染者這些賣血的農民 但是後來我去完之後 我發現其實我們已經去得太遲了 有很多這些農民 賣血的農民已經死了 又或者已經病得很重 在很後期 而我們又不是一個醫療機構 我們都沒有一些抗病毒的藥物給他們 但是我在做了很多個家庭的訪問之後 我就見到有很多學生 其實他們是更加是很需要外面的幫助 我很難忘記就是他們那個絕望的眼神 還有因為他們家裡有愛知病 受到很多鄰居同學 甚至乎自己親戚的一些歧視 我見到他們很多因為都沒有錢 沒有錢讀書就絕學在家裡 中國雖然是有九年的義務教育 但是其實讀書在那個年代 還要給一些書籍費 有些也要在學校住宿舍 也都要錢去吃飯 不是個個在家裡可以自己住 所以雖然學費是有些免除 但是都是需要一些錢才可以繼續讀書 去到高中大學就更加很多人讀不起 而要出來工作了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用我們的工作去看 雖然我們是幫助愛知病的群體 但是這些學生這些小孩子 大部分本身是沒有愛知病 但是他們都是受愛知病的影響 而缺乏了一個被關懷和讀書的機會 那我覺得如果用我們現在的自行的資源 去慢慢幫他們 放回他們在學校讀書 其實是可能可以幫到這一場的災難 因為如果這些學生我們什麼都不做 從十幾年後回到學校 他們沒有書讀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加上受到很多貧窮、疾病和歧視的影響 他們也很難找到工作去做 那可能會藍道女槍 成為一個很大的社會的不穩定的因素 可能會加入黑社會 可能會做很多犯法的事 那到時政府還要浪費資源去 可能他們會坐牢或者做一些危害社會的事 但是如果我們在那時候 即是二十年前 是給他們一個讀書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一邊在學校繼續讀書 一邊通過心理的關懷 去讓他們有一個更有愛心的環境 那裡長大 慢慢可以舒緩到他們 因為歧視受到的那個影響 的話 可能他們慢慢可以走出這個陰影 而是可以成為一個社會上面 從一個所謂要社會負擔的一個人 去到變成一個有能力去照顧自己 甚至乎貢獻社會的人 我們經常說教育可以改變命運 但是對我們來說 教育不單止是讀書、讀高中、考高考、考大學 教育也包括心靈的教育 包括品德的教育 譬如心靈的教育 希望他們能夠內心強大起來 不要害怕愛知病帶來的歧視 可以提高他們的自信心 品德的教育 包括我們希望提高他們的社會贊心 讓他們不要只顧著自己做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可以通過教育 自己有發展的時候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社會 去回饋社會 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教育能夠給他們的東西 下一個環節我就會分享一下 給他們一點愛 給他們一點愛 給他們 希望 給他們一點愛 給它們希望 給他們一點愛 多么天真的灵魂 多么纯真的眼神 牵绊无奈的相同 坚强勇敢的成熟 生命本是珍贵 让我们去爱 让我们去珍视它 无私的关怀 我们本是同根深 显出我们的爱 我们本是同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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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的创办人杜聪先生 约略介绍过 为何要到中国外之邻去帮助他们 加上刚才的《本事同根深》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 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歌中的意思 这首歌曲是Doreen Da Ma 作曲、填词、编曲唱了这首歌 当我们看这条片段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是有感动的 但我亦都很希望各位 当我们感动的时候 不是很惨啊 很惨啊 但惨又怎样呢 我们在远方 我们在福地的时候 可以做些什么呢 没错 其实很简单 就想这个网站 在镜头面前的 banner 下面 www.chihankanada.org 上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捐款 可不可以 现在去做了它 我们的节目 直到10点钟 今晚很多嘉宾还未出场 所以杜聪先生在第一节 解释给大家 稍后会继续讲多些 关于这个智能基金会 他亲身去探望他们的孤儿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不仅是被孤儿得到爆竹 而是令到他们有学校去读书 所以我自己知道 加拿大智能基金会 也都是放很多钱 很多资源 在这个中国内地不同的地方 就是建一些学校 给他们读书 我自己曾经去过 我告诉大家 他们的学校 你不要想像到 像我们加拿大的学校 这么漂亮的 有天秋 有草地 不是的 一家学校什么都没有 一块石仔地 他们就出去休息的时候 就拖开做 玩石仔 就是这么多 所以我希望各位 朋友 看网上这个前传书的时候 不要只去看 真的 我们要行动 去这个www chihankanada.org 捐签好不好 好了 我们看了很多片段 听了很多嘉宾的话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 今天这个show 请来第一位的嘉宾 我们请到 就是Peter Johnson 杜彼得 老师 上来 为我们做第一个表演 是吧 好 各位 你们好 那我交台给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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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trying, keep fighting Don't ever be afraid Cause nothing really is so bad Just hold your head high Just look to the sky And one day you'll find you're all right Keep trying, keep fighting Don't ever be afraid Cause nothing really is so bad So bad Cause nothing really is so bad Just hold your head up high 各位,第一位表演嘉賓,剛才唱完歌 我們捐了錢沒有? 快點去網站捐錢 剛才看到我們智能基金會的創辦人 當中就是解釋了和大家分享了少許 在這個時候我們繼續看第二條片段 智恆 因為這個理念 智恆就開始在河南省的一條農村 開始資助這些學生 第一個學期我們在一條農村 資助了127個學生 他們都是父母因為愛知病而死了 又或者父母有愛知病 為什麼我們也要開始資助父母有愛知病的小孩呢 因為我們覺得不應該等到父母離開了這個世界 才開始幫助他們 其實有時候父母還未死 但是他們受到的心理壓力 外面的歧視是一樣的 相反地父母還在生 可能他們家裡還要繼續用錢去做醫療的費用 所以在那個經濟條件上可能也都非常之貧窮 而那個歧視也都是開始了 我們有當時由一個農村127個學生 到現在已經接近20年了 我們累積資助了接近3萬個學生 在全中國已經有十幾個省 累積也都是已經用了大概三四億的港幣去做這件事 當時我們也都發願希望這些學生 可以成為一個 除了是通過教育有更好的發展 他們也都是可以回報社會 他們希望延續自行這個精神 在這麼多年我們很多學生 也都回來自行做事 我們現在在全中國有很多的員工 有十四個工作點 那這些實辦公室有些人是在外面請的 但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員工 全職的受薪員工 都是以前我們資助過的這些學生 他們讀完書 願意回來為我們做事 這個都是對我們工作的認可 一個很好的見證 但是我們剛才也都講過 通過教育去改變命運 不是單止是讀書 但是無疑呢 讀書通過高中考大學 畢竟是一個改變命運的 很主流的一個途徑 我們資助的頭幾個農村之一 的一個農村 在這次十幾年後的今天 教育去改變命運 雖然不只是考高中考大學 包括很多東西 但是無疑呢 考高中大學 是一個很主流 也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改變命運的途徑之一 那麼我們在最早資助的 那幾個農村之一呢 到今天呢 已經累積有108個學生 考到入大學 這個是非常高的比例 在中國內地呢 一個農村 如果能夠有兩三個學生 考到入大學 都要放炮獎慶祝 因為在貧窮的農村 能夠考到入大學 確實是一件很難得的一件事 全中國農村平均 入大學的比例呢 是8% 大城市 如北京上海呢 是30%多 但是我們 全個志衡 能夠考到入大學的比例呢 是超過60% 比起農村要高出好幾倍 甚至乎比起大城市都還要高 那所以如果我們當年的發言 是以教育改變命運 我們現在的學生 每一年能夠升讀大學的比例 有這麼高呢 其實的確是達到了我們的那個使命 其中這一條村 有108個學生 考到入大學 其實他們這條村的常住人口 只是有2300多人 一條這麼小的農村 可以有百幾個大學生出來 肯定是一件很不正常 但是又是一件很奇蹟的一件事 那志衡為什麼可以令到這麼多學生 都考到入大學呢 而這些都是很出名的大學 包括清華大學 還有很多中國最頂尖的學校 並不是一些很普通的學校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十幾年 我們改變了這些學生的價值觀 讓他們看到教育的重要 教育對他們的重要性 而令到他們有希望 而將他們看到的這個希望 轉化為奮鬥的力量 因為不要忘記他們的父母輩 是通過賣血去脫貧的 在這些地方 通過教育去改變命運 不一定是一個很常見的風氣 而他們父母通過賣血去脫貧 要我們改變他們下一代的思維 的確是很困難 我們中國人有的話叫做知而行難 當你知道一件事的重要 你要行動起來是很難 但是我覺得知道也都很難 行動起來也都很難 所以我們的學生要他們知道教育的重要 也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知道之後去行動起來 去奮鬥讀書 考到自己最好的成績 也都是很難的事 所以這麼多年來 智行已經有很實在的數據 告訴大家 我們的工作是很成功的 在這個工作裏面 不只是因為我們籌到錢 去給這些學生就夠了 我覺得成功最大的要素 是我們令到他們看到自己的將來 看到自己的希望 還有我們用一個社群互助 自救的模式 去動員我們資助的大哥哥大姐姐 回到農村去給這些學生做示範的作用 讓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社群 是有一些榜樣 是真的考進大學 而鼓勵到年紀給他們小的弟弟妹妹 可以繼續去模仿他們 通過這個方面去啟蒙他們 更重要的是我們心理發展的項目 包括我們每年搞的夏令營 東令營和很多的班 令到他們提高了讀書的興趣 而找到自己的學習的興趣點 讓他們可以繼續去讀書 所以有錢給他們繼續讀書 是要靠善長仁庸繼續捐贈 但是只是有錢也都不代表這些學生 會珍惜這個機會去繼續讀書 而他們珍惜到意識到這件事 不代表他們能夠真是行動起來 發奮去讀書 而有這麼好的成績 在這幾個步驟裏面 我們智行都是做了很多 亦都很有效的工作 最後我想亦都說一下 我們這個工作 除了是靠我們的團隊 包括我們剛才說百分之七十的員工 是我們智行以前資助的學生 回來去做這件事之外 持續地去做這件事也都很重要 這些學生在我們智行的團隊裏面 他感受到一個大家庭的溫暖 所以智行並不是給到這些學生 一個撥款機構的這樣的角色 而是給到這些學生一個大家庭的角色 我從小受到我家裡的關懷和外戶 其實長大了之後 我自己的安全感和快樂 都是來自很大程度上 是來自以前小時候的家給我的愛 所以這些小孩子從小沒有了父母 亦都受到很多的歧視 智行正正是承擔了 不單止只是供他們讀書這個角色 更加重要是我們 給他們一個大家庭的溫暖 正如很多學生跟我們說 愛知病令他們失去了父母 但是卻找到一個智行的大家庭 所以因為這個大家庭給到學生力量 給到他們精神的支持 亦都令到他們可以轉化為讀書奮鬥的一個力量 這個也是我們成功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好 我們剛才剛剛聽到 智行基金會的唱片人杜聰 再解釋給大家聽 讀書真的好緊要的 因為只要讀書才能夠改變命運 故事我們今晚這個網上籌款沒到 如果你剛剛吃完飯才開這個Facebook 或者YouTube看的時候 我歡迎你加入 因為今晚這個節目非常之豐富 因為我們是很開心能夠邀請到牛王 可以雙星半月 稍後這個表演就會出來 剛才我們就請到Peter老師 就是唱了第一首歌 我們現在就請第二位的表演嘉賓 他亦都是出錢出力讓我介紹的 他就是Suzi Suzi 你好啊 今晚你很漂亮 你亦都是為我們唱歌 因為愛情 那我交時間給你 OK 謝謝 sure 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陪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对人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哄着脸多哭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经厉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哪个地方 你呀还有人在哪里游荡 人来人往 在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哄着脸 在哪里游草 因为爱情不会经厉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你也认为千年轻悲伤 你的心标 因为爱情 doctriner 你还是论美达的作品 所以非常eilijk Então,我们还是年轻的 那时间496 吧,我们没真偶像 因为爱情在哪个人 因为爱情所 cach disability 因为爱情在哪个地方 你呀还有人在哪里游草 人来人往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Oh my darling You were wonderful Yes my darling You were wonderful Tonight 因为爱情 一首很优秘的歌曲 因为爱情 多谢Suzi 呼吁一下 叫她们捐钱好吗 因为爱情 因为友情 希望你们伸出你们的 有情之手 帮助这一群 很需要帮助的爱知病儿童 爱知儿童 记住了 就是Triple W的 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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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的 Yes thank you 好 多谢Suzi Thank you 好了 两位表演嘉宾 就唱完歌了 大家是不是期待已久 因为今晚 这个网上活动 就是 牛黄双声 叛月臭 我们请 黄安生 刘建文 我走了 让你反转个台 在这里要多谢大家收睇 也要多谢大会的邀请 稍后我们再讲 好啊 因为这首歌 首先典给现在看的所有朋友 更加捐款的朋友 因为今次这个活动 下志恒的这个筹款 是史无前例的困难 在疫情之下 所以在这里 先转任第一首歌 总有你鼓励 送给你们 Thank you Zither Harp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谁叫我这晚景会 跟你相遇 良心静好护慰 谁叫我这晚景会 又从于你 同在情流跌低 笑一声 笑一声 真愁巧 哭也找到安慰 就像痛苦 已再不有关系 热情就算枉费 有情同样美丽 若无尽 暖意回归 也许一生到底 一切超出古迹 暂时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热情就算枉费 有情同样美丽 有一个节目叫做牛王解读员 多谢你们的支持 你爱我 你爱我 就如世界一切 没有一切东西可原计 但始终都去找 只因有你再鼓励 再分裂着我的心去关闭 谁叫我这晚景会 跟你相遇 良心静好护慰 谁叫我这晚景会 又从与你 同在情路结底 朝日星辰从口 哭也走都安慰 导臭痛苦 已再不有关系 热情就算枉费 有情同样美丽 若无尽暖意回归 也许一生到底 一切超出估计 但是我总会找到你估计 热情就算枉费 热情就算枉费 有情同样美丽 不就用歌声代替 正在我みる 尽管是一切小小的 你也不懂得 你一直全都要 犯犯覆覆地上上落落 但是疫情 這個我們的新冠病毒是一種病 但是愛滋病 都是一種個女性病毒 是不是 當一個病毒去襲擊人類的時候 它是無影無色 無味無臭 所以之前這個智行基金會 留意到的 中國很多的村落裡面 當時因為血液污染的問題 有很多小朋友很無辜地 是中了這個愛滋病 當然她的家長就離開了他們 有些就死了 但是他們的父母 就是因為這個血液污染 捐血而過了身之後 他們怎樣成長呢 所以杜聰先生在98年開始 成立這個基金會 其實98年數數都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剛才看到很多片段 我一邊看其實我心一邊握著 也有很多片段令我非常感動 我感覺上那些小朋友 是三毛孩子 為什麼叫三毛呢 沒有了雙親 無助 和很無奈 其實他們是一個可以 很健康成長的小朋友 可能父母因為太窮 所以就要去賣血 因為賣血 可能衛生比較差一些 感染了愛滋病 最後也離開了小朋友 做了孤兒那種感受 又沒有了父母去疼 接著他慢慢長大的時候 他感覺上身邊沒有人愛他 其實我想告訴這些小朋友 其實身邊的人 愛你的人還有很多 所以這個計劃就是沒錯 最重要就是當初 好像阿偶這樣說 很多小朋友 但是他們會長大的 從98年到現在 轉眼間都十二年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 這個制衡基金會 他的籌款的目標 就是希望將這一批 之前得到這個基金會 援助的小朋友 現在變成年輕人 甚至乎二十四五歲 譬如他們在上海會有麵包店 可以學怎樣做麵包 甚至乎可以回到他們的村 讀完書 建築這條村 所以其實這一個所籌的 是要持續繼續下去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沒錯 他們得到你們的資助 或者幫忙 第二天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也可以貢獻國家 好的 我覺得一首歌是不夠的 希望大家繼續可以捐贈 看看我的捐歡迎 就是這個 www.ghand 這個Canada.org 希望大家可以鼎力支持 這個時候 不如我把台交給你 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好嗎? 好啊 也都希望 大家可以去到 C-H-I-H-E-N-G C-E-A-N-A-D-A C-H-I-H-E-N 就是H-E-N-G C-H-I-H-E-N-G 接著Canada.org 之前康誓盈都說過 我們沒有行政費 100%你的捐款 都會去到這個自行基金會 而這個自行基金會 也是世界各地有註冊的 包括香港、中國、新加坡、加拿大 都是一個註冊的慈善基金 接下來要選這首歌給大家聽 這首歌大家都在疫情之下 本來平時今晚 嘩正啊 星期五晚 約人打火鍋 下雨就不能燒東西吃了 唱K 但是限聚令等等 就困難些 但是呢 我相信呢 只要大家 肩負著一個愛 這個字呢 其實是很可以戰勝無敵的 選擇了一首歌呢 就叫做 《一生中最愛》 將這首歌點給 你有捐款 或者有收睇的朋友 或者過去支持過自行的朋友 祝福你們一生中的最愛 送給你們 Thank you 如果 詩詩領導 某日 終於可得到 一生中最愛 誰介意你我這段情 會不會奉上了意外不清楚未來 我曾願意我心中所愛 每天要孤單寒海 寧願一生都不說話 都不想我假說話欺騙你 留意到你我這段情 你會發覺感到一件事 pause 按讚 大家 還有 rett明 你 zum Zak この ti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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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不敢说 说一句想因你一起 越真越敢 如何分身性解决你 满场上众的郡游 欣赏夹你唯有的自己 越痴越醉 还怕你都珍惜自己 有天即时分离 我都想陪我 真必想你 越真越敢 如何分身性解决自己 满场上众的郡游 欣赏夹你唯有的自己 越痴越醉 还怕你都珍惜自己 有天即时分离 我都想你 我真必想你 谢谢 谢谢 恭喜你們,一生中最愛 今晚也有一些任務很厲害的 因為我和鄭月秋老師認識超過十年以上 多次幫他做過show 但是沒有跟他合唱歌 待會我和阿偶也會跟他有一個合唱 不過在合唱之前 今晚也有一個很特別的 講到做show 很多時候我們都有這個 薛家平市長 萬錦士市長Skabiti 他的首本名曲就是上海灘 聽說今晚可能他會和Francis Yip合作 是不是這麼厲害?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在唱歌之前 不如我們先交給萬錦士市長薛家平 和大家講幾句呼籲的話 接著會邀請阿偶和他唱出一首首本名曲 準備好 Quri 得到 robots 企圈 Ciheng Foundation has helped over 28 000 children who've been orphaned due to HIV-AIDS their support allows children to attend school and receive an education so they can prosper in life i encourage you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ncredible work being done by the foundation you can also make a financial donation so they can continue to do this great work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ir facebook and youtube pages or visit their website at chihangcanada.org 接下來要送一首歌給大家我選這首歌希望得到資助或者幫忙的愛知孤兒 好像這一首歌一樣堅強可以成長送給大家羅文的紅棉 謝謝 粉絲 adv 中文字幕——YK 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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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国语的人 那我也呼吁大家 即使你不会说广东话 或者是听不懂广东话 那么听得懂我的国语 也是呼吁电视期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一份爱心的话 看我们下面的 www.fondition的这个网站 请你伸出你的爱心之手 好的 那么我今天呢 先送给大家一首 也是广东话的歌吧 虽然我是一个国语人 但是我希望 大家也同样能够 知道这首非常有名的 《乐办小夜曲》 同样送给我们香港的朋友 还有我们大陆的朋友 和国语的朋友和广东话的朋友 《乐办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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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才让我玩》 《乐聊小夜》 《乐办小夜》 《乐办小夜》 《乐 isser》 《乐 assessment》 我的好夢 淒淒以後 明天是黑夜 死不後擁入前途破智慧 我可萬公才分裂 為何只詩沙漠 甜蜜我的空海 這晚也沒有謀畢 不再是永遠 想不得遲遲後 從未會分手 但我的心會風潰下 疲憊他自有 他自然 仍然是不開口 從未會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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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夢 只知以後 別想不得手 從未會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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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 成功 從未會分手 愿意被杀住有 他似这月 愿意花开口 是身边搜索搜疆 如愿意深够 我的天国 我的恶恶 自知以后 我的天国 我的恶恶 自知以后 好 谢谢 我希望我唱得广的话也还OK 好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 其实是专门为我们制心准备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灯塔》 大家要看到 听到这个词的话 会有很大的感触 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这些孩子感到绝望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灯塔 那么这个灯塔呢 就是指引我们向前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什么是我们的灯塔呢 那就是大家的爱 我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 给那些孩子举起一盏明亮的灯 让他们有方向可前行 那接下来就把这首灯塔送给你 那边再来就把这首歌Windy都用待到 тебе 所以我希望我们将会满在你 海浪涂起伤伤的平时 海浪涂起伤伤的疯作 海浪涂起伤的病时 海浪涂起伤的灯塔 孤独陪着我守望 忐忑徘徊 执着他 我要穿越过江海 灯塔的花旁 那一定无片的爱 无人明心 勇敢的放生痛苦 偏心的烟 黑夜吹着 那一定无所谓 双眼不散漫步 海水已冲走奋奉 灯塔的花旁 美丽不变彼来 无人明心 勇敢的放肆痛苦 偏心爱过的人 你在何处 是否变成我 想离开 想离开 要是在 哪有 等他 一天过路 那是 最后的 就是 快速 那是 最好的归宿 灯塔照亮着我们的每个人 那也是我们最后的归宿 也就是我们的爱 好的 那么我真的像刚才安心说的一样 我跟安心合作了好多年 那么跟阿牛也认识好多年了 大概十年以上了 我是他们两个的粉丝首先 特别喜欢他们两个 我现在广东话全都能听得懂 所以听他们的节目我就笑啊笑啊笑啊 真的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们 那作为我一个不是说广东话的人 那我也开始爱上他们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看他们的节目 会让你年轻漂亮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非常荣幸的有请 阿牛跟我合作一首 是非常经典的 你好 我真的 好 你真的 好的 老师 我的普通话很普通啊 稍微听得懂啊 没有 大家会有惊喜的 因为他的国语非常棒 好 那么今天很榮幸的 可以和郑老师合唱首歌 送给大家慕言的结局 拜拜 咱们 如果这是个无缘的结局 随着那岁月坦坦而去 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你上不会有泪滴 当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 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藏一车回忆 啊 让我再看看你 让我再说爱你 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是好说分手 请朋友说难忘记 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 也许会更想你 也许已没有也许 怎么样 他的博语我给了他一百分 非常棒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缘的结局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缘的结局 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就会离开你 你上不会有泪滴 让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 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 啊 让我再看看你 让我再说爱你 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是好说分手 请我说难忘记 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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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更想你 也许已没有也许 很熟时候说很熟 请不要说暖忘记 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 也许会更想你 也许已没有也许 谢谢老师 稍后老师也会和王安信合唱一曲 不过这个时候 我知道找了两位朋友 这两位朋友是智行基金会的爱心大事 分别有歌影视红星耳青小姐 和多仁多华瑞小姐冠军马艳冰小姐 将时间交给他们 我是义以清 在中国很多山区的地方 有些小朋友在毫无选择之下 成为了爱之孤儿 爸爸妈妈相计离世 他们孤苦无依 又有病 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解囊 帮助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能够继续上学 用知识改变命运 智行基金会在这里多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na 马艳斌 智行基金会的爱心大事 很开心近年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和大家见面 2020年的疫情让我们全球人面对了从没有体验过的灾难 但是也因此让我看到了我们华人社区的无数人担当起 助人为乐 无私奉献的精神 今晚当我们想起这些无依无靠的爱之孤儿们 我希望大家能再次团结起来 每人付出一份爱心 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 我们给这些孩子们充满希望 谢谢大家 好的 老师 第一件事先问候一下飘飘 因为她的千金又签了 Zony的唱片公司 你现在真的懂得听广东话吗 百分之百 懂得听的百分之百 对了 懂得听的 懂得说 所以我和老师的合作很好笑 因为我们每一年的圣诞派对 或者很多你的演唱会以前也有合作 经常跟你说国语 今天我们合唱 叫你唱广东话 就不是挺对的 我唱国语又不是挺对的 所以老师选了一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因为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还没唱过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 就是我们今天的要求 就是希望大家捐款 英文叫做 All I ask of you 我们希望呼吁你做的 就是捐款和支持自行的 那老师 我们开始了好吗 好的 非常荣幸 都是荣幸是我的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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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过榮幸了 我真是佩服死他了 因为这是一段歌剧 非常非常professional 才可以唱的 他唱得这么棒 你那段就是professional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谢谢合作愉快 谢谢老师 谢谢 今天在这里 我们牛王解读院 和郑秋老师 一起在这里 呼吁大家支持 这个智恒 上去 C-H-I-H-E-N-G-C-A-N-A-D-A-D-O-T-O-L-G 上面也有个webshop 除了捐款 也可以购物 直接去支持这个智恒 因为有很多商户 都捐赠了 或者是一些年轻人 制作了一些手工 你只要买了 一样可以支持智恒 在这里 把时间交给 康夕 就是网信和刘建文 合作真是非常之精彩 但精彩的歌唱节目 还未完 所以在看的时候 希望大家继续 踊跃捐款 在哪里捐 就在这个 chihangcanada.org 就可以了 讲讲就是杜忠先生 在这个庾表演之前 亦都是放映不同的片段 解釋一下给大家听 就是智恒基金会 是做些什么 不如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又听一下杜忠先生 再在第三个视频 又讲多些事情 关于智恒基金会 给我们听 歡迎觀看影片